就能擁有我 今天來練唱 哇 一整個把我拽回了 拽回了22年前 為什麼要選這首歌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讓大家認識 就是認識我們的一首歌 然後對我意義非凡 然後今天這也是一個初舞台 所以我覺得它有一種連結的感覺 然後我想唱一個D的和聲 也是一樣就是這幾個 對 就是副歌而已 其實這一個段落呢 因為當初這首歌前面那個低音的part 幾乎都是我一個人獨唱 那一來是因為我的聲線 就是我們三個人裡面 就是非常中低音的一個表現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呢我就想要把這個段落 就是呈現出來這樣 嗯 好聽耶 爛喔 很期待 現在要感受到又開始 無資結合音的感覺 有感覺 有感覺 我剛剛一進來在等電影之間 就看到了那個 那個一輪的大名在發 他每次無資的一些片段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 這舞好大喔 然後我想說 我好久喔 沒有站在這種那麼大的行動 才上去 會不會不行不完 會適應不了 然後突然有一種 緊張的感覺 油然而生 欸 啊 我倒屁我還是會有緊張的好不好 正常 嗯 我們的那個化妝師 還有我的同事 他們都頭皮發麻 然後掉淚欸 天啊 這是什麼感覺啊 哈哈哈哈 這蠻感動的 就是感動的 聽到身邊的人這樣回應 然後台下的每一個工作人員 他們都是你的歌迷 就覺得 嗯 我一定要好好努力 就不能辜負他們 他們都是這麼優秀的人 我也要好好的讓自己很優秀 我也要好好的讓自己很優秀 準備 3 2 1 走 動作 動作 好看 開始 好看 非常好 剛剛 非常好 可以嗎 不要嗎 你幫我買嗎 沒嗎 都有交代 有嗎 你可以嗎 你嗎 你很複雜 很歡樂欸 因為昨天是家宴的形式 大家坐在一個大圈桌 然後每個人就是帶來自己的一道家鄉菜 吃飯這樣 這搞得跟慶功宴一樣 我覺得我有一種錯覺 我就殺青了 這三個月之內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樣的壓力 什麼樣的考驗等等 你真的不知道 那你人一旦面對未知 都會有一種害怕跟恐懼 所以你就會覺得 好想要趕快轉來 趕快結束這一切 但人生不能這樣想 因為你快轉的時候 你會把真的感受到那個狀態是什麼 所以其實你就是 放鬆你的腦袋 來什麼的就接什麼 不管是好的話 有壓力 開心快樂 或者是失望 難過 絕望 發現自己 每一種情緒你都在享受它 我又不小心說這樣 但是 這就是事實啊 對不對 那至少我們昨天的氛圍很快樂 就是第一次見到所有的姐姐 妹妹 我身材看到我學生 這是什麼 我一看到他們兩個想說 你們兩個來幹什麼 蛤 蛤 你們叫姊姊嗎 叫我阿姨 阿姨好 啦啦啦 總之就是很奇妙的感覺 可是能夠再見到自己的學生 其實還蠻開心的 然後他們兩個也都好好的 所以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機會 一起合作這樣 然後昨天很好笑 中間有一度啊 全部的姊姊都在找廁所 到了一種年紀的女人齁 就是膀胱的力量就是沒有那麼的緊實啦 所以大家就會一直想要上廁所這樣 然後大家那邊排隊上廁所很好笑 然後那個節目組就一直說 請各位姊姊選擇自己的位置 然後他已經廣播了幾百遍了喔 但是就是沒有人要好好的坐下 我只能說 這群姊姊們很失控 都很喜歡聊天 所以昨天的氛圍真的很像在慶公園 大家會互相喝來喝去啊 然後我昨天竟然發現 因為飲料他們旁邊擺了很多飲料嘛 我們就想要找水哥 就意外發現裡面竟然有一壺白酒欸 我想說 哎唷 對姊姊們也太好了吧 但你不覺得有點恐怖嗎 一開始對你很好 讓你想盡榮華富貴 想盡美食美酒 然後後來就給你頒布一些殘忍的消息這樣子 這是節目組的套博